PTT不能亡 好 等一下 好 那就开始了 大家好 我们是PTT官方APP小组 那这个专业的起源 大家可以参考OKCore 在前几次黑客松分享的录影 那接下来几次黑客松 会有我们各个小组来轮流分享 那今天由我们IOS App的子专案开始 那PTT IOS App这个专案 从一开始就完全是用SWIP来写 那目前授权我们采用的是GPL V3 那考虑到GPL跟App Store会有一些机制冲突 所以我们参考了Signal Library的授权 最佳额外的授权这样 那这个专案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开头做了比较多苦工 所有的view都是用程式码科 那追求流畅度的部分画面 会用Texture这个框架 那时候最低支援到IOS 9 而且只是单纯的MVC架构 那目前我们已经扩充到有五位的社群贡献者 现在的政策也接受所有写view的方式 包含Swift UI 因为我们现在支援到IOS 14以上 架构也新增了Coordinator 以及追加一些Unit Test 那这些是我们目前的分组 也欢迎关心PDT的伙伴 我们待会会在会议厅左边的13号房 或者是到G0V的Select Channel PDT来加入我们 那我最后简单demo一下我们目前的成果 那所以现在可以基本的画面可以登录 可以搜寻看板 在看板文章列表里面 现在也对单篇文章有初步的Parsing 所以还有蛮多功能还需要再优化 以及需要追加调整的 那像这篇说要停留在这个旧版本 就鼓励大家应该要多升级 好 以上是我的简报 欢迎大家待会可以来找我们 谢谢